大澳有东方威尼斯之称 相信大家没去过都听过 有机会吃过无数粒鱼蛋 煞用点过无数只肥猫 但是见到那么多棚屋 你有没有机会住过呢? 今天就来大澳试试水上游的生活 展开棚屋staycation之旅 我去哪里? 我应该去哪里? 我是什么? 你都没有歌手,你都没有贡献 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买这么多东西 是因为我们去大澳 不是一天游,是两天游 是要体验一下棚屋和大澳的生活 所以其中一样东西在大澳做 就要去BBQ 小鸡翅我喜欢吃 嗯,我们现在在看有什么购买 其实不是我买的 是他们两个买的 我也是负责开车的 我们去买一些芝士 看看他们发不发 我们放了芝士 我吃点饭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啊,是时候要加入一个MIRROR关注座 啊,是时候要加入一个MIRROR关注座 啊,你推车了 我拿到芝士,我拿到芝士 我拿到芝士 哇,很多东西 我们买了太久了 那我们刚刚出发 过去大澳 车程应该就大概45分钟 40分钟 那我们就有些资深的大澳人在我们前 在那里 他们问你如何 你只需要说你没事 你不是真的没事 你只是不能进入 因为他们不会明白 今天有带我好像 好像不是特別多 因為可能有時候都下雨了 因為今天好多,只有十幾度 今天只有十幾度 沙翁這條隊都還沒開始多 我們已經成功到達了這個柏屋 這裏就是洗手間 我現在出去了洗手間 我要在柏屋內 沖一個第二杯的水 泡水而已,水要沖的 這麼熱? 真的很煩 這裏就是柏屋的生活 喝水而已,我們哪裏都要喝水 泡水的鼻孔 熱,熱 打一會就冷了 歡迎來到我們大澳的梁棠 我們有MIRROR的追星團 有三位仁興 首先有一個在亞夢的傻仔 他叫什麼名字? 盧駿駛 什麼啊? 喂! 掉了沒有? 還有一隻鞋子 現在是差不多兩點鐘 我們還沒吃這個眼睛 大澳一天有的旅客就會選這些 是你肚子,你知不知道選這個? 不如叫飯吃吧 我叫菜 我叫菜 你每次都叫菜 這個好像清潔 好像比較好 今晚可以炒烤 我這個應該等到九點都還沒吃 現在下大雨了 沖泡回去 我們現在買了時間 差不多到了 我身後面就是其中一個棚屋 也是我們今天會睡的地方 今天可能只有15度 所以晚上應該會很冷 大澳這邊 其實這些棚屋 就已經有 起碼可能100至200年的歷史 通常這些棚屋都會在水上面 所以裡面住的人都會叫水上人 這裡的生活都挺清澈的 另外 這裡一按水 這樣就真的衝了一次 現在就是棚屋的心門 又是吧 太好賴的 你懶豬就懶豬 棚屋的心門就是 坐在這裡看電視 合著 起來 再合著 有感覺有感覺 好可愛 又九腳 你會不會用這個東西的 很辣 又冷又辣 又下雨 又下雨 剛才剛才的魚蛋超辣 長洲大魚蛋 為何大岸有得買呢 不知道 這是雪斑的 可以輸到麵包 很甜 那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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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倒回 鑊 要放一點 放一點 又要放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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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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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你靜靜地就會聽到 航班一格一格的氣飛 其實以前呢 大澳的居民經常都會聽到氣飛的聲音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少了航班 現在起飛的次數就比較少 所以聽到航班的機會也少了 這個真的很清靜 那現在呢 其實已經10點了 所以呢 大澳的居民已經差不多睡覺了 那我們明天呢 就會很早起床 看看可不可以去行我釜山 好冷啊 也都很飽啊 今天呢 的燒烤已經完畢了 但是我們還有最後一個任務 就是要洗澡 那其實呢 以前大澳的人呢 怎樣洗澡呢 他們是要用火柴去煮滾水 那要煮到肚水滿了 才可以洗澡 那可能家人呢 通常都有10個以上 那是有時間才可以洗澡 好冷涼的 我們今天呢 都是一樣 用回最原始的方法 最原始的方法呢 是用火柴來煮水 但是現在呢 因為用火柴呢 實在是太久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開一個外瓜 那就不用火柴了 但是用熱水壺 裡面的熱水去洗澡 那事不宜之 我們現在馬上去煮一些熱水的洗澡 以前洗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們剛才剛剛輕鬆的一刻 但是其實呢 我已經煮了差不多 30次才可以洗澡 然後呢 就要去喝點甜品 那我們就煮了一點烙控果水 那後來呢 明天就會舒服一點 我們喝完糖水呢 就要睡覺了 那記住喔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讚、讚、留言 我們下次見 Peace 我們下次見 有人說 要買這個做甜品 但是他沒吃就走了 你不怕他就要去洗澡 上面 我們要去洗澡 是最好的